我首先就幫大家先問一下 上禮拜我們看台股經歷兩天反彈之後 大家心情好像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禮拜馬上又會飽受驚嚇 因為我們想到很久 升息的決戰點 這個多空的分水嶺 可能就在這個禮拜 我想問一下 感覺上 稍微比這個上禮拜的前半週 太時稍微的讓大家覺得緩和一點 這禮拜的升息週 你覺得是樂觀還是悲觀 樂觀幫我舉這個圈好不好 你說我很悲觀 你幫我舉X好不好 請表態 2比1 兩個人覺得悲觀 這個年輕人覺得樂觀 好 朱老師你覺得悲觀 年輕人樂觀是有道理的 因為年紀輕嘛 而且前途遠大 那年紀大可能趨於保守一點 那升息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也不是只有5月 那後面6月7月可能都一路要升 那升息的影響 就歷史的來看 也知道嘛 可能還是會對股市造成一波影響 我們現在股市有三大利空 一個就是戰爭 一個就是升息 還有一個疫情 這三大利空 到目前還沒有減緩 所以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去淡化它了 才會有機會轉好 這我的看法 所以你覺得可能最壞的時候還沒來 還沒到 那問一下這個鄭賢 這個表比較不容易看得出來端倪 我直接講結論就好了 美國不是沒有升息過 在每一次的升息循環裡面 我們發現 結論很清楚就是什麼 就是先跌六個月再說 就是升息前的三個月跌預期效果 升息後的三個月以後 開始反應緊急行情 那為什麼三個月後就會反應緊急行情 那是因為過去的升息的時候 都是因為要抗通膨 而且抗經濟成長 它經濟成長太過速了 所以要做一個壓抑的動作 可是剛才已經說了一個數字了 美國的經濟竟然是在衰退的情形 它竟然還要升息 而且還要什麼 急升息 我現在升兩碼 升兩碼當然已經大勢所趨了 甚至來講六月的FED的會議 還有人認為還要再升兩碼 所以可見是什麼 大家是要控制這個通膨怪獸 而願意犧牲警棄 所以在這個情形底下 我常常跟他講 美國今天出了很多財報週 台灣的財報週是什麼 還我公道太委屈了 美國的財報要小心一點是什麼 不管是亞馬遜公布的財報 不管是蘋果公布的財報 大家不要忘了 財報永遠是落後指標 他們公布的第一季財報 都極其亮眼 但他們對二季 甚至下半年 都存著著高度的一個不確定性 我想Netflix的財報已經提醒大家了 一個月不算多少錢的事情 都因為通膨跟升息 而產生了消費型的替代效果 在未來的一個日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 就是隨著通膨的升溫 大家的替代消費會越來越緊縮 大家也會可以看得到 升息跟不要忘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縮表 五月份也會開始正式的一個 採取的一個縮表 那這個就是說 不斷地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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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的錢 的確要從市場上抽回來 所以我認為 最基本要符合過去的要求 要先跌到半年 就是六月以後 跌到六月以後 六月 然後六月以後再看景氣的分曉 如果這一次真的沒有辦法 壓抑通膨 而讓景氣真的出現了衰退的話 也許一個超完美風暴 就即將醞釀而生 OK 你的這個超完美風暴是指 台股還是美股 我想是美股 還是全世界 美股影響到全世界 OK 這個聽起來蠻恐怖的 我們再來看台股會有多大影響 好來聽聽一點樂觀一點 年輕人對這個未來還是很樂觀的 鷹哲 你看到什麼數字跟他們不一樣嗎 其實看到的都一樣 只是說 剛剛的問題是說 這禮拜的升息是樂觀還悲觀 對這禮拜而言 我覺得相對是比較樂觀 是因為上次 你的樂觀只有一個禮拜 是不是 我們有時候交易是在看市場情緒 我覺得上次的這個升息 真的太悲觀了 就是未來大家的解讀 就是四五六七月 可能都各身兩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建立在 非常悲觀的情緒下 所以股市也比較不好 所以應該說恐慌的這種狀態下 在下一次我覺得也許是會有一個 稍微緩解 但是整體的升息趨勢 看起來還是不變的 那首先我講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台幣或是台股一直被提款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升息 那這個圖呢 我主要是去整理說 過去這一兩年以來 大家預期升8碼到12碼的這個比率 可以看到在這一兩個月 已經明顯的增加 也就是說過去本來年初是預期升息 全年6到10碼 現在大加上大家都預期8到12碼 所以我覺得導致說這個利率差 讓台股一直被提款 那下一頁可以看到 下一頁的話就是可以看到 外資的這個下面這個是 外資的這個買賣超 那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後 我們把過去十年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疫情前的八年 還有疫情後到現在的兩年 在疫情前八年呢 外資買超台股5000億 但是僅僅在這兩年呢 外資就賣超台股1.6兆 所以這個東西也就在反映 其實升息的預期 在這一季 甚至外資又領更多 所以我認為 這件事是一直在發生 那股價它也一直在反映未來 所以我不是說很樂觀 也沒有很悲觀 因為現在破線我認為 要站回這個長線的這個多頭 可能還是需要時間 但是是不是這裡 就是一個U型的底部 也許我們可以再多觀察 你覺得是一個U型的底部 我覺得有機會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分兩塊 就是說台股跟美股 因為台股一直被提款 所以下一頁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把我們不比股價 我們比的是平價 那這個是我抓過去五年以來的 台股跟這個S&P500的 本益比跟淨值比 那中間的話 紅框的就是本益比 因為大致上我們指數都會看本益比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是這五年以來 台股本益比的平均下緣甚至跌破 現在只有11.8倍 那平均的話差不多是15倍 所以是台股現在打折非常的多 那相對美股 台股現在11點 11.6倍 11.6倍 那美股還有18倍 對 雖然美股平均本來就會比台股高 可是它現在是從平均的19倍 現在變18.8倍 對 所以相對而言的話 我認為台股這一波 可能是被挫殺的比較嚴重 那在下一頁的話就是說 也許有些人會說 所以台股比美股便宜了 就更有投資機會 對我覺得現在台股的投資機會 是遠高於美股 一部分就是一個結果論 就是因為資金退潮 所以導致很多台股都很委屈 那目前繳出來的財報 不管是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其實都是非常亮眼 對 那電子業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 外銷訂單也不斷的成長 對 那在下一頁就是說 我把這個S&P500的成分股裡面 目前公布的財報的狀況 目前有差不多 接近四成的公司公布的財報 那有超過七成的成分股 是有預期 那如果跟台股比較相關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數第三個是 就是科技股 科技股 科技股目前有67%是優於預期的 對 相對來講是平均的稍微低一點 但是我覺得沒有比大家 預估或是市場當時候的看法 是更悲觀 並沒有這樣 然後對於財測也相對來講 也是蠻多種網上調升的 就是它是分門別類 不是全部都好 可是也有一些是不受影響 因為科技股這波修正很大 但是其實財報百分之 快要七成是優於預期的 所以你剛剛講這是個U型低 你覺得現在差不多台股 萬六左右 就差不多是一個U的底部了嗎 不會再破底了嗎 我覺得如果基本沒有撐住 然後外資的提款相對減緩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 資金面跟技術面 就是技術面破底 資金面被提款 可是對基本面而言的話 其實評價夠便宜 而且長期展望 目前看起來很多龍頭公司 並沒有改變 可是部分像面板 手機或是PC 其實還是有些擔憂 所以我覺得要分門別類 要慎選股票 那大致來看是覺得說 差不多台股台覺得 這個本益比11倍 那以基本面來看 應該就是跌得差不多的意思 U型低打在這裡 好 剛剛講技術面 我要問一下朱老師 那技術面來看你怎麼看 因為你剛剛是比較悲觀一點 你覺得會跌到什麼程度 好 我們分一個短期跟長期來看 剛才講悲觀一點是長期一點的 那短期並不要悲觀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技術面看 跌深的就會反彈 那現在又跌到重要的支撐 我們在短線的話 重要的支撐是16162 昨天往下殺的時候 就已經要碰到這個支撐 那就大家很明顯 今天就出現反彈 不是這個前兩天 這個就已經 因為美股也止住了 那美股止住也是跌省反彈 全部的行情都是跌省反彈 那所以在短期 因為反彈的力道已經出來了 所以短期會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橫盤整理 那如果再往下 我們去看中期的話 就是周線的走勢 那周線的總勢 如果我們這個1616162 如果跌破的話 那下面周線有個15159 不過這兩個數字看起來 是差1000點 那也就是呼應我剛才預測的 短期會在16162這邊做橫盤 但是這個美股升息以後 到了這個六月份就要看狀況 所以下半年看1512 對如果再往下殺的話 就會殺1000點 就會到15159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大家心裡要先預期一下 不過怎麼講 現在日線周線 都是一個空頭架構 我們就這個技術面來講 那基本面來講當然很多好公司 所以短期如果你要撿便宜 倒是蠻有機會的 就等著這個地方看可不可以落底 還有對這個升息的反應 因為馬上就要升息了 升息的反應 如果我們這個16162還是沒有跌破 那就代表我們這邊的支撐很強 那到時候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好的股票 再做一些介入 為什麼有多少錢 分錢 background 分錢 然後 因為下面 也要 我大家可以撿 放快 剪開 好 這些 當然 四